有关当局说,19岁的田泽民星期三早晨,在广东、深圳、恒泰域工业园、滑坡废墟中活酒,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,接受手术后目前状况稳定。 这一个人被救出来是一个奇迹,大家停了都很高兴,几十个小时了,还活着,大家都很高兴。 救援人员还找到被压在他身下的一个人,但这个人已经死亡。 星期二,又在废墟中找到一具尸体,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日以继夜地寻找幸存者,目前仍有70多人,下落不明。 恒泰域工业园被滑坡泥土掩埋,33座建筑被摧毁或损坏,造成滑坡的原因是,在附近一个垃圾填埋场,一个100米高的建筑废料和泥土堆因大雨发生松动并最终崩塌。 当地新闻报道,广东省政府之前几个月曾就这个垃圾填埋场多次发出警告,滑坡的发生使人们质疑中国在30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的安全标准。 一直以来,中国工业事故频发,今年8月,北方港口城市天津的一所化学品储存库发生连续爆炸,导致将近160人丧生。 美国之音格林报道,由尼亚播报。 本人都没有后一伙订性质,您非常之谈护,您将写的基本建筑将写讯对您的建筑和一旅层的一个建筑。 您将写论会有约3-8克室的潮论会最后一位新闽论会有约6克诺识工作。